那边只是拿起了两杆线弹枪 结果地面却多出了两具尸体 一瞬间男人大胆不妙 可没等他反应 楼道的灯光突然熄灭 紧接所有窗户进诡异的损伤 没想到塞拉竟要猎杀他们 但明显眼镜男不会坐以待比 他将一把线弹枪交给克莱尔 让他保护好祖母安吉拉 而自己则带着活女前往广播室抓捕塞拉 可当眼镜男撞开大门后 却发现塞拉早就已经不见了 成为待宰的羔羊不是眼镜男的风格 于是他将所有超能罪犯统统放出 无奈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可没意会的功夫 被放出来的罪犯就被宰了一颗 看着地上滚落的肾上腺素 活女连忙蹲下查看 不料这时塞拉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剑撞活女连忙举枪射击 但却被塞拉挥手击飞 一瞬间活女害怕得要死 可就在塞拉要对他动手时 能操控别人身体的胖子及时出现 强行控制住了塞拉 不料塞拉却丝毫不慌 随着胖子超负荷倒下 活女连忙捡起手枪 但一回头却直接被一针扎在身上 随后塞拉将活女丢在了牢房中 很快眼镜男就发现了失控的活女 可惜为时一晚 塞拉利用能力关上了牢门 她要让眼镜男被活活折磨至死 成功解决完眼镜男后 塞拉要杀掉她最恨的人 那个假扮她母亲 让她再次变成杀人魔的安吉拉 利用眼镜男被困的画面直走克莱尔后 塞拉独自面对了这个她又爱又恨的女 她多希望安吉拉真的是她的母亲 而不是为了利用她假扮的 可塞拉那测谎的能力却告诉她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一瞬间塞拉愣在原地 她立马让安吉拉告诉她的父母在哪里 无料却被克莱尔偷袭刺中了 随着整座大楼发生爆炸 塞拉也消失在了火海中